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該一 補充品的種類繁多 相信大家也是看了眼花繚亂 有BCAA、AMINO、NAC、HMB 還有最近剛推出號稱可以擊敗乳清 跟BCAA的BAA 那這麼多的補充品 到底哪些對人體的效用最大 如果真的要買應該選擇什麼 或是這些真的有購買或使用的必要性嗎 今天我會用非常簡單易懂的方式說給大家聽 首先蛋白質大約在我們人體的15%左右 我們的肌肉、皮膚、頭髮、指甲、血液、組織及骨骼 等等的都是由蛋白質組成 而蛋白質又是由20種氨基酸合成 當我們在運動時身體活動比日常激烈 肌肉受到損耗 體內的氨基酸會被大量消耗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補充更多的蛋白質 講更細一點 我們需要的是蛋白質在體內被消化分解後的氨基酸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蛋白質是由20種氨基酸所組成 而我們最廣泛被使用的補充品 乳清蛋白質還有這足量的必需氨基酸 跟我們的人體組織所需 那既然如此還需要BCAA跟EAA幹嘛 首先這20種蛋白質裡面的氨基酸 分為11種非必需氨基酸 以及9種必需氨基酸 如果你吃的食物中含有9種必需氨基酸 那麼你的身體就可以自己製造 剩餘的11種非必需氨基酸 9種必需氨基酸是成人體內不能合成 或是合成速度不能滿足肌體的需要 必須從食物補充的氨基酸 稱之為必需氨基酸 而BCAA則是人體中9種必需氨基酸中的其中3種 非常重要的必需氨基酸 那問題來了 既然乳清蛋白就包含了這20種必需 以及非必需氨基酸 那我們還需要額外再使用BCAA或EAA嗎 這邊來跟大家聊聊BCAA、EAA 以及乳清蛋白它們各自的優勢 儘管乳清蛋白它已經非常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了 但是還是需要3到4個小時以上 才能被分解成氨基酸 讓我們的人體利用 但是BCAA跟EAA不一樣 它們本身就是氨基酸 所以不需要經過消化分解的步驟 相加乳清蛋白它能更快速的被我們人體吸收 因此在鍛鍊之前和之後是服用它們的好時機 它們吸收便利 能快速被運送到肌肉 促進生長和恢復 而且沒有脂肪、沒有碳水、沒有糖分 對量比乳清蛋白要低上非常多 所以非常適合堅持其想要保有肌肉量 或是平常用來補足氨基酸不足的缺口 以及乳糖不耐則 那第二個問題又來了 既然現在我們有了EAA 那BCAA不就完全被取代了嗎 畢竟EAA裡面就含有BCAA BCAA加另外6種必須氨基酸等於EAA 話雖如此 但BCAA當中的3種必須氨基酸 量氨酸、異量氨酸、血氨酸 在總氨基酸中佔有非常高的比例 特別是能增加瘦肌肉組織 和促進身體回復的量氨酸更是高 總而言之 EAA跟乳氫蛋白適合日常生活中蛋白質補充不足的人 而BCAA則是日常生活中蛋白質補充充足 而想要獲得額外優勢的人使用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還是聽不太明白 所以最後幫大家做個總結 乳氫蛋白含有最完整的氨基酸 而且價格最便宜 目前的地位還是不可動搖 如果是剛入手補充品的人 乳氫蛋白絕對是最佳的選擇 而BCAA含有9種必須氨基酸當中 佔比最高的其中3種 特別是能增加瘦肌肉組織 和促進身體恢復的量氨酸含量非常高 分子小吸收非常快速 適合乳糖不耐者使用 EAA則含有9種必須氨基酸 整體上我個人認為是優於BCAA 是我目前覺得最強大的氨基酸補充品 分子小吸收同樣非常快速 也是適合乳糖不耐者使用 所以我自己目前是搭配乳氫蛋白 跟EAA來做使用 鍛鍊時喝著清爽的飲料 練後來杯香濃的高蛋白奶昔 滿足身心靈的需求 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認識 氨基酸補充品的差異 也對乳氫蛋白多了一些認識 那這些商品的連結 我也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以及留言處 有興趣的朋友就歡迎去逛逛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杰仁甘義 我們下次見掰掰